有可能他们就是举人 是原始地球人 我们都不是 我们都不是 我们是火星人 现在我们在吉萨高原上能看到是三座大金字塔 分别是最大的胡夫金字塔 中间的是卡夫拉金字塔 还有最西南的是孟卡拉金字塔 这座是最小的 但是在有些历史文献中 明确的记载着 埃及吉萨高原上应该有四座巨大的金字塔 而且其中一座完全是漆黑色的金字塔 但是它现在神秘的消失了 大家好 我是辽克 一个永远分不清前后编音的up主 旁边是新人导演小仙 大家好 埃及这个地方就像刚才说的充满了神秘感 其实神秘感的主要来源 是因为埃及存在着历史真空 现在古埃及人去哪了 现在不知道 虽然古埃及文明非常灿烂 非常徽幻 但是它们没有绵延到现在 我们现在了解古埃及文明 只是通过发掘到的一些古埃及的文物 了解到古埃及原来这有一个这样的文明 所以埃及这个地方就充满了神秘感 这个神秘感就包括了我们刚才说的金字塔 不仅是金字塔的如何建造 它到底有什么作用 连金字塔的数量也是一个未解之命 而这怎么说 就是因为有些历史文献 尤其是17世纪之前的历史文献 都显示埃及的吉萨高原上有四座大金字塔 其中一个最著名最可靠的文献就是弗雷德里克 刘易斯 诺顿 1780年诺顿出生在丹麦 他是丹麦军队中一名炮兵上位的第五个儿子 诺顿14岁的时候就被破格提拔进入了丹麦海军学院 因为他是个天才 他的画的画 制作的地图 制作的图纸 简直就和照片照的一样 你知道17世纪18世纪那块还没有照相机呢 他有这下能力非常厉害了 非常适合做侦察兵和间谍 很快的丹麦国王就知道这个小天才间谍诺顿了 就开始亲自的委派诺顿去执行一些小任务来历练他 首先呢就是派诺顿去荷兰当间谍 诺顿在荷兰精确的绘制下了荷兰的重要军事设施的布置图 重要运输炫路的地图 超预期的完成了国王交给他的刺判任务 随后呢诺顿就派到法国和意大利执行任务 每次都能超额完成任务 到了1737年啊 这位诺顿已经是深名远洋的制图师了 国王呢就亲自委任他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 这个任务就是代表国王穿越整个埃及去探索北非 这个任务可不一般啊 一方面呢是当时他要去的这些地方还算是一些所谓蛮欢未开发的神秘地带 那些地方还流传着在那儿隐藏着什么神秘力量和传说中的宝藏啊之类的东西 另一方面啊 这一次名义上诺顿是代表国王前去 其实是代替国王去探索这些地方 我是国王 我国是凡凡 诺顿啊 你就代替我去 去了呢 回来你要把一路上各种见闻 一无一时事无巨细的 全部回报给我 就单做我去了 第二点呢才是诺顿的主要任务了 所以呢 一路上诺顿是记录的非常认真 深怕到时候回去汇报的时候国王不满意 我觉得这个小诺顿他就是去到那些地方 如果他发生任何发现的宝藏自己挖了怎么啦 但是周围还有很多人啊 不止他一个人啊 他是一个探险队啊 就是不是他是boss也不是他的人 诺顿是回来要告诉他 这个项目到底是做成个啥样啊 这样的 会如果有宝藏他会现场挖吗 他们肯定现场挖啊 但是也会就说是派一个人回去把禀报丹麦国王 说我们挖到宝藏了 这样的 诺顿在这个探险队里面的角色呢 就是这么一个角色 监督探险队的工作 对 差不多这种意思 记录 监督 然后回来你要告诉我 这个探险队是嫖娼了 还是挖宝了 这个才第一 到达埃及的时候呢 诺顿这一行啊 遇到了非常糟糕的天下 一行人就被困在了埃及 诺顿呢 也有机会能够全面的详细的记录他在埃及看到的一切 并有时间啊 去绘制精细的手绘图哦 手绘图哦 所以埃及的资料图片是诺顿收集整理制作的非常详尽的一部分 在完成这次探险之后啊 诺顿就将这些所有的资料发表在了他的埃及和努比亚探险记这本书里面 在书里啊 他这样描述他看到的金字塔 在吉桑 人们不可能忽略四个巨大的金字塔 耸立在西南 最北方的两个金字塔最大 大概呢 有150米高 另外两个则要小一些 但也有一百多米高 周围还有七八个小金字塔 再注意啊 诺顿写的是有四座大金字塔 两个大的大约有150米高 另两个小的大概有一百米高 而且周围还有七八个小金字塔 但是今天我们看地图啊 只有三个大的 三个小的 总共这个吉桑高原案其实就这六个 我们现在能看到这六个 但是刚才他描述 他描述是有四个的 诺顿是不是花眼了 还是看错了 但是他下面的描述可以证明诺顿 应该是没花眼 他真的看到了四座金字塔 因为他对第四座金字塔 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描述 他是这样说的 这第四座金字塔 比第三座大概跌了30米左右 和其他的金字塔都完全不同 这座金字塔顶上有一个大石头 像是一个雕刻 而这个金字塔其实是那个雕刻的基座 诺顿还说 到过吉桑的人都不可能忽略这座金字塔 因为他太特别了 其他三座金字塔都是金冠闪闪的 使用沙岩建造 而只有这座金字塔通体黑色 是使用黑色花岗岩建造的 这个花岗岩我在这说 它不确定是花岗岩 它的原话是比黑色花岗岩还要黑的石头 你说这么一座大小形状颜色都十分特别的金字塔 对于诺顿这种间谍级别的绘图是怎么能看错还出纰漏呢 如果只有他一个呢 很可能叫他编故事了 虎骗他们的公安 但是不止他一个人记录有四座金字塔 在1674年 也就是大概在诺顿前100年左右 荷兰艺术家 旅行家科内利斯·德布鲁英 竟成一次持续20年的探索发现之旅 他犹豫了西亚和北非东北部 并详细地记录他遇到的人和植物的动物还有建筑 当然也包括吉萨高原的金字塔 1698年的时候 科内利斯将他此次旅行中的所见所闻 就制作了成了一本带详细插图的书出版了出来 如果今天我们再去看这部作品 我们就可能看到一些奇怪的东西 科内利斯对吉萨高原的描述 和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诺顿一样 吉萨高原上有四座大金字塔 而不是三座 当然还有其他的文献记录 存在说是存在第四座金字塔的情况 我们在这儿就不一一赘述了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都不相信 有第四座金字塔的存在 因为描述第四座金字塔存在的文献 很少大部分都是十八世纪以前的 一些人的探险者 写的这种日记啥的 很难说是标准的证据或者考古文献 不过考古学家最近在吉萨发现的一些东西 似乎证明了第四座金字塔的存在 在石山人面下以南及白马的地方 有一座巨大的古老的城墙 由石灰石建造 每个石灰石重达数吨 石墙超过两百米长 九米高九米宽 它被称作乌鸦之墙 到过吉萨的人都不会注意说 那还有一座墙 它不是个旅游热店 虽然它离石山人面下很近 主要原因就是现代考古学家 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乌鸦之墙是用来干啥的 为什么叫乌鸦之墙 就取了这个名字 黑吗 不黑 华盗 就叫它乌鸦之墙 也有一个可能是因为考古学家弄不清楚 它到底为什么存在 所以就起了一个这么晦气的名字 就是真的不知道它是干啥的 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它是为了保护吉萨高原 免受古尼罗和洪水清洗而建造的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就是一座古代城市的边界墙 就是城墙了嘛 我们中国的 但是这两种理论都没有办法解释 为什么这个墙延伸到吉萨高原的一半 它就没了 它根本围不住这个吉萨高原 这就很奇怪了 半个城墙半个河堤有啥用 但是有些考古学家却发现不对 为啥呢 在吉萨高原上其他三个金萨都有自己的第一道 实际上是第一道呢 这个第一道是连接尼罗河和金字塔的一个人工修筑的道路一样的东西 而乌鸦之墙东端也是延伸到尼罗河的位置的 西端它什么都没有 它就在这空了 所以呢 这不应该是一堵墙 它就是第四个第一道 乌鸦之墙的西端应该连接的就是第四座金萨 所以第四座金萨曾经存在过 18世纪之后就没用了 就只剩三座了 这些考古学家就声称啊 他们发现了这个在18世纪大概是179几年的时候 180几年到180几年的这个时间段 差不多十年时间里 这第四座金字塔被拆除了 拆下来的石料呢 被运到现在的开罗 单做开罗的建设材料 给汽进去了 汽到现在的开罗里去 那这个应该可以跟当地市民去确认啊 问题就是 它这个只是它自己这么说 其他考古学家根本就没有找到说是 这个金字塔被拆除的一些想官方记录 你想拆一个大金字塔啊对不对 总不能说是几个人一轰而成拆拆就走了 对不对 总得有一些这种政府组织啊 或者说这种大型的组织去组织 去拆才行 对 没有记录 动用很多人或者机械 对 对 当时还没到过一个呢 18世纪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而且它的说法是这些黑色的石头啊 是被拆下来运到开罗 去修开现在开罗城了 但是在开罗这个城市里面去找 完全找不到类似的这种 他们描述的这种黑色石头的存在 所以呢 很多人也就不信这个说法是真的 就觉得这第四座金字塔啊 应该是存在的 但不知不觉消失了 到底是被沙子埋了 还是被外星人拆了 不知道 确定恶人金字塔 就是现在啊 不停的考古学家 用现在的技术 比如说卫星啊 摇杆啊 各种东西 在埃及进行各种各样的检测 每一年都会有不同的这种神秘发现 或者震惊世界的发现在埃及被发现出来 比如说最近在埃及的一个地方 发现了一个地下的大迷宫 嗯 相信啊 在埃及肯定还有其他的秘密被掩盖着 而这座金字塔啊 会不会是另一个更大的谜团的一部分 它是存在于更大的谜团的一个角落的 你不把这个更大的谜团去解开 你可能真的不知道第四个金字塔是怎么回事 什么谜团 就一个人手这么粗的管子发出的关照亮了 当我们接近这个管子的时候 它显得更亮了 跟我们一块进来的奴隶们被吓坏了 朝我们进来的方向逃了出去 我碰了碰那个发关的管子 关就灭了 我竭尽全力地想让这个管子 再次发关 但它再也没能亮起来 停电 这件事在现代发现的无数的古埃及雕刻和名文中 都得到了印证 四世纪啊 四世纪 说明这个史前还是有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东西 这些埃及的雕刻和名文就 可能像你刚才说的 可能真的是显示了埃及人曾经有 至少说是灯泡 对 就是比较高度发达的文明 灯泡或者一些用电的先进技术 这是一个证据 还有一个证据是在2018年 在应用物理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科学研究 应用物理杂志是现代的一本权威物理学杂志 他的研究是啥呢 他说吉萨大金萨可以将电磁能集中在内部和底部 可能可以用来发电 那金字塔的建造是不是根本就不是灵木了啊 那金字塔的建造是不是会发电呢 并将电力通过它输送到全世界各地 顺着这个思路 我们回到吉萨高原失踪的第四座金字塔 也许这个消失的金字塔是更大谜团的一个部分 不管它是公元18世纪还是公元前18世纪被拆除的 可能它被拆除是用来掩盖一些什么东西的 对吧 比如说毁掉古埃及的史前河战争 对 我们的不同话题的往期视频已经圆满的连上线了 其实我觉得不是我们连上线 而很有可能真的就是这么发生的 只是通过我们这个前后顺序这么一连串 哎 发现有这个可能 对 它才可能嘛 完成 对不对 还有可能什么以前有巨人 啊 巨人 对 还有可能巨人 这种方法就是 古埃及人就是巨人 对 因为他们就是巨人 对 原始地球人 我们都不是 我们都不是 我们是火星人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也请点赞 收藏 关注UP主 这是对UP主最大的鼓励哦